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讲座 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EB1A杰出人才申请经过上诉得到批准的案例 那么我们律所呢,最近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申请批准 是在2018年10月,美国移民局上诉办公室,叫AAO 然后呢,批准了我们的一个EB1A杰出人才的立卡申请 那么这个案例呢,刊登在美国移民局的官网上 这位申请人呢,是一个科研人员,生物学学者,是博士后 他的EB1A申请呢,提交到了NSC,Nebraska Service Center 大家知道呢,NSC在过去一年多以来批准都相对比较困难 那么这位申请人呢,他的具体的申请在经过RFE以后呢,在NSC被拒 然后呢,我们在2018年的2月,这个申请呢,上诉到了AAO 经过审理以后呢,在2018年10月得到了批准 接下来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AAO呢,他公布的批准案例 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这位申请人,他的case能够得到批准 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其他申请人用来规划这个EB1A 杰出人才绿卡申请策略也会有指导意义,会有帮助 所以我们下面来讲一下 这个AAO呢,在申请批准的判决书里面指出 申请人的工作呢,得到了来自专利的引用 这些专利有实用价值 这个帮助证明了申请人工作的实际影响 对本领域的共性 同时呢,AAO还提到 申请人,他这个引用总数虽然不是特别高 但是在本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被一些著名学者引用 包括有诺贝尔奖得主引用了申请人的论文 这个申请人呢,他参与了一些审稿工作 然后AAO在判例里面讲到 参与审稿本身并不证明申请人在本领域的影响 但是,这个申请人在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持续的做审稿工作 审了若干稿子,并且担任期刊编委 那么他的情况就不一样 更好的呢,通过审稿和担任编委的历史 证明了申请人在本领域的地位 同时呢,判例还引用了推荐信里面的内容 证明呢,这些推荐信还是有用的 里面讲到呢,申请人既做过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 也有HIV涉及到免疫学病毒学方面的研究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呢 申请人即使有一些不同的科研项目 都可以用作他的这个杰出人才申请的证据 另外呢,申请人的工作 申请的专利 虽然还没有得到批准 但是同样也被承认作为证据 这个申请呢,在NSC阶段呢 最后被移民官拒绝 那么移民官拒绝的原因呢 其中之一是说 申请人的工作没有得到上千次引用 所以呢,不满足Top Small Percentage的要求 AAO呢,在判例里面指出 申请人呢,他这个引用情况 需要和本领域的其他学者来对比 还要看申请人被引用的情况 在本领域的百分比这个数字 这些我们提交的相应证据呢 也证明了申请人有突出的成就 那么总结一下 Take Home Message是什么呢 对于EB1A的申请 不能够仅仅看数字 结果我以前讲过 如果光看数字来决定 那么只要一个机器人 一个程序就能够审理 不需要有移民官 所以要看申请人的综合背景 和如何陈述表达 这个申请人是符合要求的 这个AO判例经过研究应该对后续的 EB1A杰出人才的申请有帮助和指导意义 如果希望了解更多关于这个判例的内容文字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发给你相应的在移民局官网的内容 此外呢 我们最近收到了若干的来自NSC的EB1A的批准 说明呢 虽然在NSC申请相对不那么容易批准 但还是有机会的 具体呢 就肯定有一些申请的策略 要相应的认真的准备 比如像这位申请人呢 他在提交申请的时候是博士后 说明作为生物博士后 仍然是能够申请EB1A的 不会像有的移民局的RFE 或者大家传言 说认为申请人还处在学术的相对早期阶段 所以不符合要求 那么总体来说 我们看到这位申请人文章和引用数字本身 不是特别突出 但是呢 他过去的历史证明了 他对本领域做出了比较明显 比较重要的贡献 所以呢 他的这个EB1A申请得到了批准 综上所述呢 我们经过上诉得到批准的案例 相应的呢 根据这个判词 移民局的逻辑和分析方法 解释了对于EB1A 结出人才绿卡的申请策略 尤其是对于科研人员 对于学术类的申请人员 好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